大家可能看惯了大安温视频里的阳光和沙滩 今天呢我来给频道降个温 我来到了冰岛 大安温这次不仅看到了火山口 瀑布冰川 还幸运地看到了极光 火火山 以及新型红绿灯 并完成了个大项目 Silfa大陆板块间的浮浅 冰岛有点像个大号的黄石公园 自然的景观分布在岛的各处 需要开车走一段停下来欣赏或者探索 自驾游是最适合的选择 冰岛环岛公路1300多公里 我们选择了自驾绕岛一周 夏季是最佳旅游时间 天气温暖 日照时间长 可以坐冰呼船 可以出海看鲸鱼 而冬季则可以享受冰雪覆盖的景观 走冰冻 追极光 冰岛最受欢迎的景色集中在南岸 例如黄金圈附近的火山口 黄金大瀑布 滴热喷泉 从黄金圈到维克小镇沿路的瀑布黑沙滩 再继续前行到冰河湖 看外面的黑土地 我们像不像在一星球 给大家看一下冰岛屿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刚才浮浅的地方 有一条非常细溜的一个裂缝 好大一块 好重哦 真的像导游说的 露在水面上只有百分之十 露在水下是百分之九十 我再试一下 我们已经试好装武装了 你看我们这帮人浩浩荡荡的 今天是我们在冰岛的第八天 今天呢我们要在阿克雷里小镇转一下 然后继续向西行驶 去完成我们这个环岛路线 这个坡好走啊 它是彩虹色的 住在这里啊 一个邻居都没有 别说邻居了 连只狼都没有 都没有